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透過各種應用科技 以及同業界緊密合作 建設香港成為一個智慧城市 讓我們看看應用科院 在應用科技開發上 取得怎樣的進展和成果 香港人多車多 繁忙時間塞車問題嚴重 在路口和回船處要更加小心 應科院研發的車聯網技術 V2X解決方案 實現車童網絡、車童車、車童人 及車童基建的即時互通 提高道路安全 特別是在司機視線受阻的情況下 通過處理周圍環境的訊息 包括人、車、交通燈訊號等 提醒司機及時作出反應 2021年3月 位於沙田 全長14公里的車聯網道路測試 亦已展開 透過車聯網 應科院希望可以提高道路安全 及為聯網自動駕駛 Connected Autonomous Vehicle 提供關鍵的技術基礎 Martin 可否解釋一下 到底車聯網 如何協助建立智慧城市 我們利用5G及V2X技術 為香港度身研發了一套解決方案 將道路電子化 提高道路安全及使用效率之餘 更支持智慧出行及未來自動駕駛 最終實現聯網自動駕駛 CAV的目標 應科院的願景是在2022年完成V2X和CAV的測試 以配合車聯網和CAV的發展 全港大約有98%的商業機構 屬於中小型及微型企業 這些公司未必有齊全的財務資料 因此向銀行申請貸款時 可能面對困難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正是積極推動金融科技 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技術 令銀行可以善用替代數據 為中小微企進行信貸評估 替代數據包括企業的現金流、銷售點交易紀錄、 網上會計數據以及公用事業帳單 例如水費單和電費單等等 這些資料有助評估企業的信貸情況 潛在的營運風險、信譽等 讓銀行可以更加準確 更加全面分析企業的信貸狀況 加快審批貸款 應科院應金管局委託 在2020年11月發表了 《中小微企業替代信貸評估白皮書》 展述採用替代信貸評估所需的技術 以及各持份者需要採取的措施 菜營系統已於2021年2月底完成 應科院將與不同銀行共同評估系統 我們希望可以為本港銀行 和替代數據提供者 建立一個有效的替代信貸評估生態系統 協助銀行擴大中小微企融資服務的規模 和提升中小微企獲得融資的機會 幫助香港經濟可以持續發展 展望未來 應科院會繼續在智慧城市、金融科技、智能製造、 數碼健康科技和專用集成電腦五大重點領域 開發貼地的應用方案 推動香港成為充滿活力的國際智慧城市